媳妇咱真的要给他买吗 你闺女盼了好久了 每次经过那他都得看 可是你养了这个东西之后 你就得一直给他负责到底啊 养呗 之前又不是没养过 朋友们 最近不是快延旦了吗 我们俩计划的送给星星个小礼物 因为星星最近上去啊 特别的积极 咱如果给他买玩具啊 还不给他买个小宠物呢 现在出发 去那个卖宠物的那里给他挑一个 你闺女上去看了 肯定高兴都不行了 到卖宠物的地方了 之前小兰那个乌龟也是在这买的 啊呀 这么可爱 打开看看了 这咱们的唱耳朵的角色外面 催人吐啊 这只怎么那么像老鼠啊 老板娘说这种叫猪如兔 哎 这个好看 你看他那两个兔的耳朵 你看看 哎 这个灰色挺好的哈 嗯 他比较亲人 你看见没有 我里面那只实际上也挺精神的哈 哎呀呀 又被好人了 哎 你看就他自己愿意贴人 是不是 你看别的都不怎么贴人 都不动他 哎 他挺我啊 真的吗 嗯 老板娘 这个 这个多少钱 这一只拔是啊 他这个和那个还不一样 你看他这个嘴上有胡子 你看那种没胡子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逗猫的 你逗兔子干啥 这只挺胖的 你看看 这只挺胖的 你喜欢那只啊 但是我比较喜欢这一只 你看 就这个 哎 把这个踢了出来看看 哎 这个帽子都用的啊 穿帽 哎 哦 那个 这个笑点了 哈哈 咱上抱就不等 是吧 你抓他 他难受 看见了吧 哎 就这一个吧 放篮子里 兔子买好了哈 你给他裹好了 一会儿别出去冻死了 小兔子弄回来了啊 看看刚到家就伸着头到处看 哎 媳妇 这个兔子好亲人 用什么装 都 都准备好了 这都买的啥啊 这是这么多快递啊 来啊 兔笼子 兔草 兔那个兔粮 还有那个兔垫子 看这儿的 啥都准备好了 就是等这只小兔子到位了 起锅 烧油 哈哈哈哈 给他粮食 这是啥 这是他喝水的 还有吃饭的碗 哎呦 我的妈呀 你买这个笼子 比人丑练的那个都大 别慌啊 因为老板说 这个兔子最快能长到三斤 长吧 长了三斤 到时候想想是麻辣的好 还是乳的好 你要吃了醒醒会骂你 这只小兔子真粘人啊 而且一点都不怕人 给他装东西的这会儿 他怕我身上来了 为什么要套个袋的 这样子死尿好一次性打包手啊 装上这个粮食盆 好了 喝水的也行了 兔子安好了 我们给他撒点兔粮 这是兔粮啊 吃的东西怎么长不溜溜的 把兔子放进去 开饭喽 兔子已经准备好了 我老公去接醒醒 咱们先把兔子躺起来 一会给欣欣一个惊喜 还有愿望呢 哎呀你爸的嘴真快啊 新年快到了 有什么新年愿望啊 我想想有一些小兔子 为什么呀 因为小兔子可爱呀 去年我们家养过一只兔子 后来啊我让我爸拿回老家去了 那离家的狗给咬死了 还有我们鸡 别提了 当时行星可难过了 是不是啊 行行 闭上眼睛啊 爸爸马上要给你惊喜了啊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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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睁个眼 哇 哈哈哈哈 我这是假东西要真的 真的 呼唤妈妈吧 闭上眼捂好哈 不许偷看啊 马上就出来了 你不许偷看 来吧 来 123看看 哇 是不是真的小兔子 是不是真兔子 怎么样 这回爸爸没骗你吧 没骗我 高兴吧 爸爸好爱你 刚才其实真的假的 哈哈 这回是真的了吧 慢点慢点慢点哈 这是你姐姐你去玩 啊 这是你姐姐啊 小兔子 把它放下来 可爱吧星星 你给他起个名字呗 给他起什么名字想好了吗 小米 小米为什么要叫小米啊 这就是小米 叫小米啊 行吧 行行啊 咱养了他就得对他负责哈 以后他的吃喝拉撒都得你管啊 因为我体贴能照顾好看 你看 好了 咱家又添了个新成员 你可得好好喂哈 不能让咱爹拿老家去啊 肯定的 回老家去拥有群狗粮 狗粮了 你好小米我是星星 哦 爸爸这个小兔子太可爱了 我晚上也想跟他睡 你 这个 这个笼子装不下你俩呀 你看小兔子开始吃饭了 你好好吃饭呗 好的 听话哈 不听话把你说老家当狗粮哈 这兔兔我们两个以后都做好朋友吧 好的好的 哈哈哈 哈哈哈